哈喽大家好,又是我孟小佳 不可否认明哥的确很强 但是他能成为地下世界的王者 除了自身实力外 还多亏了有一群得力的部下 为他冲锋陷阵,出生入死 这才有了我们当初认识的明哥 所以今天的主角 就是明哥手下那群开国工程 看看他们究竟有多强 其实有一个人 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雪女莫奈 虽然他的实力在唐吉赫德家族的干部中 并不算太强 但人气不比其他人低 因为他对明哥的忠诚 是最纯洁的 最令人动容 其实把这种感情称为爱 应该会更恰当点 莫奈原本也是个正常的美女 但是经过罗的手术改造 不仅拥有了一对巨大的翅膀 还得到了一双鸟的力爪 这让他看起来好像一个鸟人 被改成怪物后 除了活动起来方便点 能自由飞翔 对于战斗力并没有太大提高 不过还好他还是雪雪果实拥有者 可以自由地操控血 这才是他能够成为唐吉赫德一元的底气所在 所有人都知道自然系果实 比起其他类型的果实 要强得多 而且并不容易得到 尤其是现在来说 莫奈好像是唯一个女的自然性能力者吧 而且这个能力太适合战斗了 那就显得更加珍惜了 所以必须得好好利用起来才行 遇到攻击 只要是不带霸气的物理攻击 就不用担心 根本伤不到他 完全可以利用身体元素化的特点 将自己修复如初 就算是遇到会霸气的 也可以像卡尔那样 预判攻击 提前让自己变成冰雪 不过伤害 不过很显然 他并没有达到卡尔那样的水准 在有血的地方 对莫奈来说就是如鱼得水 更要命的是 这还是条自带造水能力的鱼 满天飞舞的血 除了能变换形状 帮他困住对手 还能做到神周围的媒介 仿佛无处不在 拳头刚到他面前 却发现人已经消失 到了对手背后 反应慢点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利用血化身而成的冰雪鸟怪 不光速度提高了 战斗力也变强了 尖锐的牙齿硬度 能和大士奇的剑相抗衡 一旦被他咬中 伤口瞬间结冰 寒气会顺着伤口渗入体内 让血液开始结冰 论远程攻击 他的血兔像一颗颗的小炮弹 攻势凶猛威力巨大 要是被这东西打中 可能就得四分五裂了吧 莫奈来用冰雪制造出来的球形墙壁 不管是用来做防御的盾牌 还是困住敌人的牢笼 都一样牢不可破 如非想打破他 还得费些力气呢 再加上莫奈都说了 一般海贼也是打不破的 感觉这个坚毅程度 都能比得上盔甲了 最大的杀招就是敌弯了 不论是莫奈的怀中杀 还是暴风雪 都是利用了这一点 人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 身体所有的机能都会下降 就像手机太冷了 就会自己关机了 不过人一旦关机 可就很难再打开了 趁这种时候出手 人头拿得不费摧毁之力 我觉得吧 这个血血果实 其实还有很多 没开发出来的潜力 讲出来这些不过是 九牛一毛 如果莫奈多花点心 是在研究股市能力开发 也不至于如此惨淡收场啊 想要同归于尽都做不到 只因赛尼奥尔皮克 看起来比布兰奇还要变态 也不知道是德雷斯罗莎的人神没有问题 还是我没有欣赏美的眼睛 居然有这么多女孩子仰慕他 但是当后来我发现 我所看到的这些表面 不过是他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而做出的牺牲 我竟然也开始觉得他帅了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觉得皮克忽然帅起来了 皮克是随随果实能力者 老实说这个果实能力 并不舍用在战斗中 爬都不带什么杀伤力 只是可以让他在地面或者墙壁 变成水一样的状态 这里最神奇的是 其他能力者如果失去意识 能力效果就会跟着消失 但这个就算混过去 只要他躺在地面里 那地面还是保持着水状态 皮克可以利用这个能力 在墙壁地面里自由地游来游去 用来躲避对手啊 或者袭击对手的 听起来这很适合为所留的选手 是不是 我以为皮克就是这样的人 靠着偷袭安算取胜 可是看到他和弗兰奇的那一场对决 我傻眼啦 这明明是个公正不阿 坚强不屈的男子汉啊 当然弗兰奇也是 皮克能从地下游泳 完全可以趁对手不注意 高哥突然偷袭 可他没有 非得游到面前 和弗兰奇来个正面较量 像其他无法完全依赖恶魔果实的能力者一样 能力不够体数来凑 皮克的身体构结时 面对弗兰奇的重锤 他没有用任何防御姿态 就那么扛住了 还扛了30次 如果要给他个定位的话 我觉得坦克很适合 皮克的攻击充满硬汉的风格 没有花里胡哨的价值 只让人感到满满的力量 摔跤手就是我 脑海里浮现的第一印象 他最拿手的就是被乔摔 在摔跤比赛中经常见到的 很危险的招式 从背后半蹲 环抱住对手 然后向后扬倒 利用惯性把对手顶起来 摔到后面一击绝杀 搞不好自己和对手就同归于尽 皮克的被乔摔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他可以从地面 游到对手背后 更难防御 还有那招奇袭摔 利用快速游动带来的惯性 沿着高墙冲向半空 在空中做出被乔摔的姿势 静止落回地面 任对手多强 都得被这一下砸碎身体 乌兰西砸下来后 居然还能站起来 这能说明他的身体 结实的有些变态 但凡皮克肯放弃他的硬派路线 按照无所说的猥琐流来发展 他也不至于杀得那么重 本来就皮糙肉厚 要是再和选女一样 放弃正面交锋的话 他肯定是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德林杰当初在卡文迪曲手里 连一回合都没走过 想必大家印象很深刻吧 但今天我们不能因为一次失败 就忽略掉他已经达成的成就 鱼人的实力是强于人类的 虽然德林杰只是一半鱼人血统 可身体强度还是远超普通人 16岁的唐吉赫德家族干部 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实力的认可 黄元受过速度即力量 而德林杰和他很像 喜欢用速度取胜 只是达不到光速那么快罢了 不过就这样的杀伤力已经很够看了 围着斯莱曼转圈圈 转出了好多分身 虽然斯莱曼跟得上他的速度 但是他把注意力放到了德林杰的双腿上 以为他会用提计 结果就这么一个判断失误 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被德林杰的双脚顶穿了肚子 因为德林杰的速度太快了 当斯莱曼发现情况不对时 一切都来不及了 这里要再夸一下德林杰了 他没有意味自己的速度快 腿部肌肉发达 就把全部攻击重心放在腿肌上 给自己准备了更具杀伤力的底牌 让对手们防不胜防 被速度加持过的弹射力 让德林杰可以轻松地穿透了对手的身体 达嘎马也是这样被德林杰秒杀的 目前是没有官方数据 说明德林杰一脚的力量究竟多大 但我还是找到一个残照物 德林杰曾在索隆的暗算下 用手枪高跟鞋踢飞了10顿的马哈拜斯 一踢名字就知道了 这招就是用子弹的速度给对手中击的招式 虽然他表示腿很痛 但效果表明他是可以做到的 看到马哈拜斯的惨状 我也就不奇怪布鲁基利 为什么会被断头高跟鞋完结了 正常状态的高跟鞋已经够快够狠了 有逾奇的德林杰 速度还更快 那么一脚踢出去的杀伤力也就更大 更何况还是瞄准的脖子这种脆弱的地方 一脚被踢碎我都不奇怪 爱迪欧在竞技场表现出来的实力 和老蔡差不多的 但是在德林杰面前居然是被压制的 出其不意的快拳 也只是弄破了德林杰的帽子 我是真没想到德林杰的牙齿 也是会变性的 能够变成痘于那种尖利的牙齿 一口下去感觉脖子都被他咬断了 虽然他被卡文迪虚秒杀过 但他还年轻啊 潜力无限 现在的实力状态绝对不会是他的巅峰 想想看16岁的陆飞是什么样子 现在还是什么样子 德林杰就算没有陆飞那样的主角光环 但是给他同样的时间去历练 也能成为非常强大的海贼 我始终觉得拉欧却不应该是个普通干部 他的实力太强了 先说一下他曾经是罗的体术老师 罗的体术都那么出色了 作为老师的拉欧自然更美的说 在空中都能用T 看来对于六师早已炉火纯青的地补 再来就是拉欧的战斗表现 和青椒那一战可以说让人眼前一亮 青椒什么实力大家都清楚 时刻面对拉欧的还是尖头青椒 实力更接近当年巅峰 但战局却丝毫不容乐观 拉欧的低翁拳 属于那种年纪越大 发挥的威力越大的拳法 以他70岁的高龄 用出这一招应该是能达到这一招的最大威力了 除了拳头本身的杀伤力 拉欧的拳数让青椒更难招架 看起来像是被打的没有还手之力 完全压倒了青椒 虽然拉欧年事已高 体力方面有所下降 但他那一招战斗保全 可以稍稍弥补这一点缺陷 他可以用这一招 将年期时保全的力量瞬间爆发出来 身体会膨胀变得高大强壮 给对手造成巨大的伤害 可惜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他最大的杀招 就是在回春状态 用出G之刻印 通过双拳释放的冲击气波 带着火焰穿透对方身体 一击KO对手 把人打飞出去好远 并且在身上留下G的印记 只要受到这个攻击大就没站着的 连青椒都倒在这一脚上 英雄慈慕 不管拉欧是多么厉害的拳法家 也抵挡不住岁月的牛士 和青椒打的那一架途中 就差脸当场叙事 后面更是被老蔡一脚踹下悬崖 说到底还是前面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所以现在的拉欧 其实并不怎么适合再出战对敌 耐力已经不行了 这也就不奇怪为何拉欧一直处在普通干部的行列了 古拉乌迪斯利索黑桃皮卡军 在整场战斗中的表现算不上经验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干部之一 根据资料早在13年前 他就已经是家族干部了 他还教过罗如何使用炮术 当初把克拉松打成重伤的就是他 爆爆果实的拥有者 一生气起来连头发都会爆炸 古拉乌迪斯的头盔就是这么报废的 他可以让自己或者触碰到任何物体膨胀 就像给气球充气超过了临界点 就会发生爆炸 并不是用火药制造出来的爆炸 所以被他触碰的地方引爆后 并不会有太壮观的场景 如果想要提高群伤范围 他可以不断地触碰不同的地方 让一个大面积的区域膨胀变成气球 制造一场大爆炸 将整片土地从平原变成了盆地 他还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不断膨胀 就像一只海王内的河豚 还是非常生气的那种 只要有人一戳他就会炸力 处在爆炸范围内的对手 估计都得灰飞烟灭了 就算跑得快逃离了爆炸现场 也躲不过高速飞杀的爆破法师 很多人都知道炸弹在爆炸的时候最可怕的 并不是产生的冲击波 而是随着冲击波试探发射出去的各种碎片 古拉乌迪斯的很多招式就是借鉴了这一点 他爆裂了钢灰 膨胀爆炸的石块都会因为爆炸 变成强大的杀人暗器 就连他的头发就是刚刚说的爆破法师 可以变得像钢针一样 经过高速发射 可以轻易吃穿对手的身体 而且因为他的头发还带着毒素 一旦被射中就会让对手的身体麻痹 失去抵抗力 要不是遇上克制他能力的霸骆拓 用屏障挡住了他的爆炸冲击波 罗宾赢他们哪有机会顺利逃走 明哥最信任的人 当属维尔格拉 第一代后系家族最高干部 担任着在海军当卧敌的重任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然而被罗一刀两端的结局 让维尔格风平被害 在我看来吧 他败给罗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轻敌拉 他以为罗是当年那个小孩子 没把罗放在眼里 结果因故里翻船拉 其实呢 维尔格的实力很强的 他没有果实能力 只靠着体术和武装社霸气 就能大杀四方 估计在海军那群中将里面 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先说体术方面 维尔格精通六四 运用纯熟 和同为中将的拭目和对打 维尔格一直处于压制的位置 不管是基础战斗力 还是武装社都是维尔格略胜一筹 就连速度也是维尔格更快 不管斯莫格的攻击有多快 他都能躲过去 还能顺手抓住化成厌恶的胳膊 他的60T用起来速度 快到让罗都来不及打开弱 斯莫格用武装社包裹的拳头 连续打了那么多下 维尔格却一点射都没有 可能那种攻击对他来说 跟挠痒痒差不多吧 斯莫格用尽全力的白色旋风 打在维尔格脸上 却连一步都没能让他后退 打了那么久 有效攻击基本等于零 当情况反过来的时候 维尔格一拳就差不多 让斯莫格逝去意识了 之后的攻击简直就像是在虐菜 从他的战斗表现来看 感觉他的体数水平 应该是和陆琪差不多的 维尔格的武装社霸系 不光是强度惊人 就连覆盖范围都是少见的 大 他可以抓到将全身都包裹在武装社里面 所以能力者在他面前 和无能力者没什么区别 毕竟果实能力在维尔格身上起不了作用 最大的仰仗没了 如果体数再差一点 就等于是松人头行为了 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吧 维尔格面对罗就有些自大了 反正我全身都是武装社 你也切不动 然后就给一刀切了 我觉得吧 如果他能收起那份青石之心 把罗当作和自己对等的对手来看待 未必会输给罗 是指伯兔义用权力 维尔格那么不认真 败给罗合情合理 明根能成功控制的类似罗上 最重要的一环就在于杀坦他的能力 同去果实能力者 可以把碰到的人变成他想要的玩具 而且变成玩具后 身体受到的损害也不会有痛觉 但是跟玩具有关的人 都会失去关于那个人的记忆 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姑娘 大多数人都不会有什么戒心的 可一旦被他碰到 就是地狱的开端 任你实力再强 成了玩具都要让人揉捏 看看路费就差点上当 要不是无说不出手 可能故事就要提前结束了 当然这个能力也不是完全无解 只要是沙唐失去意识 玩具就能恢复远状 可能是长期保持幼儿的形态 沙唐不能受到太大惊吓 就像长期待在问世的花怒 一受到惊吓他就会晕过去 这也是为什么他需要一个最高的干部贴身保护 不过沙唐也不是完全没有自保能力 他的高速移动和小人猪是不相上下的 利用高速移动 他可以不断的拍向四周围 把碰到的目标全变成替他命令的小熊玩偶 替他去攻击其他人 还有他制造出来的脑袋夹子玩偶 外形巨大 用八个玩具人组成起来的大玩偶 看起来仿佛拥有不死之身 被刺穿也能继续行动 一口就能咬碎人的骨头 所以说只要不是突如其来的惊吓 沙唐还是可以应对一二的 只可惜 其实吧认真来说 沙唐的能力是厉害到变态的那种 说是吧都不为过 只不过呢 沙唐太费了 让这颗果实没能好好发挥 也许这就是伟天故意安排的吧 不然太无解的话想逼死主角的还吗 年年果实能力者 托雷波尔 是所有干部中最恶心的一个 人受外号鼻涕虫 人是邋遢了点 但实力不容想去 他的速度 眼力还有招数都是一流的 所以明哥才让他专门负责保护砂糖吧 他的能力可以让他从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制造出黏液 进行远程攻击 鼻涕也是可以的 这些连一连石壁都可以轻易击穿 但我怎么觉得不想被他打中 不是因为害怕伤害 而是因为怕恶行 他的连一用来固定 舒服对手的行动自由是非常好用的 想挣脱都挣不开 而且还可以像蜘蛛侠的重视那样 银沉住目标进行拉扯 最危险的是 这东西跟液体火要似的 一点火就炸了 对对手而言这粘液是威胁 对托雷波尔来讲就是最好的盔甲保护城 你永远也想象不到在那堆粘液下残着的 竟然是个干巴巴的猥琐大叔 迪亚曼蒂是最早出现的家族最高干部 也是我觉得坠水的存在 虽然也是个果实能力者 但是他的能力对于战斗而言 并没有太多的提高作用 飘扬果实的能力 就是可以把任何碰到的东西 变得轻飘飘的 但是本身的材质不会变 就像突然失去重力那样 所以这个能力最大的用处就是用来辅助 比如把钢铁变成披风 提高抵御伤害的能力 把铁锤折叠起来方便收纳 把剑变成像蛇一样的柔软 甩向对手 让人预测不到他会从哪里吃过来 被他碰到地面会变得像海绵一样 不停的翻涌 根本不可能在上面站稳 更别提你怎么去反击啦 变成轻飘飘状态的铁吉利 被发射到半空后 让他们再恢复原状 就像下了一场铁吉利大雨 想躲都没法躲 一旦被砸中就遍体鳞伤 还是持续性大范围的伤害 跑去过失能力 他的接触似乎还可以 那朝半月送账 灰线可以激起一阵超强的剑气冲锡波 能轻松地将地面切成两半 只可惜巨罗师他跳了起来 皮卡 唐奇赫德家族最高干部 食食果食能力者 这是个很棘手的能力 皮卡可以和岩石进行同化 变身成巨大的石头巨人 还可以融合支配其他的岩石 或者建筑 让自己的身躯变得更加雄伟 或者不断延伸出去攻击距离远的对手 石头巨人皮卡 光一个拳头就可以比得上一座城镇 一记忆就注意让高地粉碎 那种天崩地裂的效果 藤武剑的都要感觉可怕 突然想到卡普搬了好久 才打碎的巴掌大山 可能在他这儿 只需要八拳 再加上他还有武装射全身 让他的攻击力 防御力能够再次提升 青椒老菜他们连手都觉得搞不定皮卡 用岩石做身体还有一个好处 就算被人打碎了 只需要一点时间 就可以恢复如初 而且他可以在巨大的石箱中 自由移动 你以为大宗本体所在 其实早就用到另一个地方了 可是呢 偏偏他的对手是索隆 根本来不及恢复 就被切得七零八落 诺德哥被秒的下场 能力是好能力 但感觉皮卡也没有发挥到真正的威力 如果他能更深入去开发一下 然后好好锻炼武装射霸气的强度 一定能成为更厉害的家伙 总是觉得啊 明哥这群属下拿到的果实 都是好果实 就是都有一点浪费啦 除了明哥开发的到位 其他人都显得有些怠慢啦 但凡多点勤奋 明哥说不定能成为世皇呢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唐吉賀的家族 最强干部的盘点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分享按赞留言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